特斯拉无锡车主在高速上上演是三次次四次别人的车 没有定为危险驾驶罪 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两个罪名不一样 一个是三年起听清楚 三年起十年三年到十年 而且是轻微的 如果严重造成伤亡的话 那就十年以上甚至是无期 但是危险驾驶罪最多就六个月拘役 但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那绝对是重罪 刑事犯罪已经给他抓起来了 听懂吗 我要说两点 第一点无论最后定什么罪 你都得被刑事拘留 就是被直接强制措施 三进两退走程序 什么叫三进两退 就是法院和检察院之间三进两退 听懂吗 然后拘捕期就是37天等等 反正这些都得走程序 他就已经进去了 听清楚已经进去了 就体验那里边的那些生活了 第二点就是 如果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让我不禁让我想起了潮州特斯拉事件 你们看我都没敢上传特斯拉的图吗 我得严谨点 我怕特斯拉又说了啥了 但是这些事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不存在什么虚构事实 而且这件事跟我有关 因为我正在跟特斯拉打官 如果以这个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次潮州鉴定报告 说是车没问题 那就是车主的问题 2.6公里急速狂奔 踩错刹车 造成粮死塞伤 如果这样事的话 潮州事件的特斯拉车主 应该是10年以上到无期 但是为什么他现在没事 谁能解释一下 多了我不敢多说 我就是不懂问个问题 听明白了吗 我就是不懂的